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敬的师父 尊敬的诸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特别殊胜 是我们在绝艳寺 过的第一个新年 那么今天早上 我们在普查的时候呢 定红师傅有跟大家分享 夏林居连工大师 他的听佛宣 刻鱼艳作的两首剂子的第二首 就是坐月空花又一年这一首 那么呢 晚上呢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一首剂子 为什么挑这两首剂子 跟大家来一起在学习呢 因为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打开《无量寿经》汇集本 前面的前沿里面 有引用联工的几首剂子 其中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听佛宣的剂子 那么静于呢 就很喜欢 所以 昨天晚上 定红师傅有跟静于沟通 说我们今天初一早上 跟大家分享哪一段 我说就用这个剂子 就比较殊胜 那么大家呢 手中师傅都有 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个纸 我们一起先来读一遍 听佛宣 刻于艳坐二手 连功大事 踏破遗城信愿砖 各中甘苦未虚传 几回寓意脱江马 一线孤迁上水传 并久却知念佛好 磨多凡时到心间 迷云丈悟重重过 瞥见城坛月影缘 这个剂子写得真是太好了 静于就非常非常喜欢 夏连老的静于 那里汇集了他老人家三年 就是在静修的时候 写下的这些剂子 都是开悟的这种 非常对我们有启发 那么这首剂子呢 就明明白白地 诠释了偶艺大师 跟我们所讲的 得生与否 全在信愿之有无 那么我们能不能往生净土 关键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真信切愿 因为对于我们修学净土的 学佛人来讲 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那么每一年回头检点一下 自己的信心是不是更加深了一些 愿力是不是更恳切了一下 无论是信愿 都有没有这个根 如果没有根的话 那我们念佛是不能成就的 我们讲有一点风吹草动 念佛即便是念佛 那也是都是妄念夹杂 既有怀疑也有中断 也有这个妄想 所以第一句话说 踏破遗城信愿砖 各中甘苦未虚传 我们先看这两句 踏破遗城啊 我们念这四个字 感觉就像这个 骑在这个战马上 冲上战场 有那种 就是一定要有将军将士 是要把这个敌人打败的这个架势 这个敌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疑 疑心是我们所有成就的大碍 你看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讲 菩萨 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疑根 只要他有怀疑 他就没有办法成就 所以看我们信愿 专不专 都在于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疑心 给他彻底的破除 连根的拔起 我们对佛所讲的话 是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信 对因果是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信 如果还有不信 还有怀疑 在这方面我们就要努力的下功夫 不能说我们业重凡夫啊 就是如此啊 这个习气很深呢 那只要是这样想的话 就是放弃了 那就是说我们反正也没什么信愿 就是这个半瓶子水 七上八下的 能不能往生到时候再碰运气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呢 去跟这样的人去说话 信愿体现在 我毛病习气起来了 我的贪嗔痴慢已起来了 我一提起佛号 一听起经 一拿起经本读经 我马上我就想到 我还是要努力改 千难万难 我就是要跟我的习气 做到道地 决定不能放弃 因为我们都是凡夫 鲸鱼更是业重凡夫 在这个鲸鱼记得 在15年海鲜佛气的时候 鲸鱼就起很大的烦恼 跟义工 而且当时都觉得 自己是对的 对方是错的 所以很理直气壮 人家去到定红书那投诉我 师父批评我 我觉得我说的都对 但是呢 师父就说我没有慈悲心 那师父没有提信愿 其实自己也没有真正的信愿 真信真愿 就全部交给阿弥陀佛去管 你就完全放下了 你放下了 你就没有什么怀疑 阿弥陀佛怎么安排都好 阿弥陀佛安排的这个结果 你觉得不好 那是佛的安排 还是好 你不能用你的知见 来评价佛菩萨的安排 所以在海鲜佛气之后 我自己当时就 师父批评完之后呢 他就去闭关了 在这个正觉经社的官房 就进入三个月的一百天闭关 手机也关掉 自己静静的反省 在回味师父讲的话 也觉得怎么办呢 唯有念佛 唯有来用 种种的方法 来破除自己的这种 娇慢 这种不柔软的心 所以当时为了迎接 16年3月的澳门论坛 那么当时呢 就主动发起 每个月一次 带领义工呢 就是打佛气 我们最开始决定打佛气的时候 大家说这个建议很好 没有地方 我们国内也没有道场 内政也没有绝缘寺 香港那个小办公室 都放不下五个人 很小的 然后我说我们念佛 求佛力加持 结果没几天 汕头正觉堂 法普师傅特别慈悲 把那个整个道场提供给我们 带着义工打佛气 那每一期我们都一百 将近一百四十多个 移工过去 那静于呢 开始每一期都讲课 既讲这个 无量寿经的分享 也讲弟子规和感应片 所以呢 在连续四个多月里 我们不仅打佛气 带着义工 不断地开视频工作会议 把澳门的这个论坛的规划 做得更详细 那师傅出关之后 一句话表扬也没有 结果提出更高的要求 就是在那个原有的 我们的澳门法会基础之上 又加了很多内容 所以师傅出关之后 我记得那一个多月 我们他是一月份出关 我们三月份论坛 那一个多月 基本上是马不停蹄的 二十四小时的工作 我记得我那个助理啊 就是到哪儿都是绷着电脑的 因为随时都要 做各种文件 联系到各方面 我自己感觉呢 就是我们的习气 虽然重 但是呢 只要有真信 切愿 就应该修 念佛的正行 印光大师说 信愿为先导 念佛为正行 信愿行三 乃念佛法门的宗药 当我们觉得 我们信心 受到障碍的时候 愿心不肯切的时候 我们就要提起 这个正行 念佛 相信佛力的加持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在 欧依大师是 闽南庭的一段开示里 他有这样的一段话 一段开示 说信愿如木 木就是指眼睛 重行如竹 就是你的 所有的扇行 就像那个 这个脚一样 信愿如牛 重行如车 信愿如果像这个 拉车的牛一样 那么我们所有的扇行 就像后面的车 那么信愿 如其之有眼 重行如其之有子 我们下围棋都知道 那个棋盘上有棋眼 那个棋眼呢 就是关键位置 那么所有的扇行 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 你要放到棋眼里面 那么这些比喻呢 说明信愿行三 缺一不可 那么 他有以信愿为主导 盖信愿既专 凡种种诸善 皆净土滋粮 纵万不信 物作诸恶 诚心忏悔 断相续心 亦足为往生妙行 苟无信愿 则戒感人天 定感色 无色戒 惠克二成全国而已 这是指 我们在行持的时候 所谓因果都是相应的 因地你发心 发的是哪个心 那感得的果报 就指向那个果报 如果我们始终如一的发心 是指向净土的话 那么 所有的障碍 都可以放下 刚刚上一分钟还发火 下一分钟就放下 念佛 刚刚上一分钟还在打种种的妄念 下一分钟也不去理会他 一心的念佛 不要在那猜测 不要在那怀疑 不要在那自己做种种的妄念 这些都是毫无意义 我们在做所有的护持三宝的善事 利益人天的善事 鸿鸿正法的善事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目的 就是争强我们往生极乐的信心和怨心 争强我们念佛的这种动力和福德资料 如果不是为这一个而努力的话 那我们其他所有的都是废的 因为什么叫踏破呢 就是毫不犹豫的 不是说踩 不是说走 是很用力气的要破除这种疑惑 我们的怀疑太多了 怀疑佛法 怀疑因果 怀疑师父 怀疑 所有的善知识 怀疑人家对我们不好 太多的怀疑了 我记得以前在深圳 有个义工就很苦恼 去跟我母亲哭诉 说金鱼老师生气了 她生烦恼了 我呢 很敬仰金鱼老师 我很担忧 我觉得自己很自责 我妈就特别迷惑地跟她说 我天天跟我女儿在一起 她啥烦恼也没有啊 她挺好的呀 然后那义工说 哎呀 阿姨你没看出来 她真有 我妈说 我真的告诉你 她没有 因为她是我养的 我看着她在四十多年 她决定不是你说那些人 我妈说 真的是你自己不要再乱猜想了 原先呢 我还跟那个这样的义工较真 后来我也不较真了 你说我生气 那我就生气吧 你说我生烦恼 那就生烦恼吧 你说我生烦恼心重 那就生烦恼心重吧 你说金鱼老师怎么怎么样 都无所谓呢 因为对于我来讲 我从三十岁学佛 跟着定红师傅 跟着老法师的光盘 一直到四十岁 开始做这个护士的义工 到今年十六年 我只知道 烦恼习气起来的时候 第一念 这肯定是迷的 第二念 放下它 我马上的念佛 马上的读经 马上的听经 这是我最有效的方法 来证明 我就开始起觉悟的心了 觉悟的心就跟信愿相应 不觉悟的心就跟怀疑 迷惑颠倒相应 所以早先呢 我在起这个习气的时候 一定要听经的 因为不听经啊 念佛都念不下去 读经都读不下去 但是经过十年的这样的熏修 现在呢 就是烦恼一起 马上能提起来念佛 如果念佛觉得还是不行 压不住的话 就读经 实在再不行 再听经 再不行呢 还可以找定红师傅 求开示 总而言之 不舍离佛法送三宝 念佛念法念僧念戒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深圳金山别墅住 当时就是因为 外地请我去讲课 那么我是因为车的事情 生烦恼了 因为他安排了那个车呢 是这个白天我们八点钟出发 结果安排了一个卧铺车 那所有男男女女 因为很多年 又想跟我一起去那个地方 听我讲课 那就又有男孩子 又有女孩子 大家一上车 就全部要倒下 就睡在那儿 大白天一早晨 我说怎么会安排这样的车呢 我就生气 我就跟义工说要调 那他们在调的过程中呢 我就跑到那个楼上 把门关上 我去读《范王菩萨经》借本了 然后他们就在底下哭啊 金鱼老师在楼上生烦恼了 金鱼老师一定是很痛苦 我读了《三部无量》 这个《范王菩萨经》借本下来 我就问他 我说这车调没调好啊 换不换成这个 从卧铺车换为有座位的车 大家都没有动 都在那等着金鱼老师烦恼回来 我说我没事啊 我在楼上锁门 我在读借本呢 那这因为电鱼老师要求我 每天必须读一部《范王菩萨经》借本 那这还没有受菩萨经 所以呢 大家呢 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真的是要念佛 念法 念僧 念戒 你念所有的这些 都会增加我们的信愿 真信阿弥陀佛的加持 真信阿弥陀佛的愿力 真信十方诸佛 都是互念阿弥陀佛的 都是互念我们念佛人的 当你有这种信心的话 眼前的一切都不成为问题 转眼间境界就会过去了 你现前的永远都是美好的极乐世界的 庄严境界 就跟我们在这个觉悦寺过年一样 从三十到初一 我们感觉跟世界完全是两个境界 我们三十晚上 我们可以听师父来讲法 可以一起看释迦牟尼佛传 可以一起 这个初一早上 我们还是听师父讲法 三十我们是受戒了 受戒 送戒 还有出罪 那今天主要是讲法 下午亮寿经分享 大家都特别的欢喜 都在佛光的普照之下 那么如果一直保持这种心态呢 那就是信愿行都具足 信愿都是专的 专它就不二 专它就没有夹杂 我们有夹杂呢 都是我们自己善根福德不够 那多善根 我们叫多听经 多听经可以帮我们种善根 多福德 最大的福德无故于念佛 多念佛 那么念不下去佛的时候 就要多做多行善事 广力众生 尤其是从敬业三福的第一福做起 我们第一福大家都知道 就是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我们对父母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去尽孝 从世间的小孝 中孝 大孝 到初世间圆满的这种智孝 给父母一直送成佛 那么什么是奉事师长 奉我们知道是 这个手要拿上来 就是这叫奉承 不是说这个给你的 你喝吧 不是这样的 奉是有完完全全的恭敬心 不管师长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那种恭敬心 没有丝毫的减缺 所以大家可以反复地 看看米勒日巴传 看看米勒日巴是怎么对 马尔塔上师呢 马尔塔上师 一脚给他从楼上踹下去的时候 马尔塔上师 当时在电影里有个动作 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哭了 那个上师就背过脸去 特别难受地说 我只能用这种狠狠的方法 我来治你 因为你之前的杀业太重 你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器 否则的话呢 都是世间的情职 当他把他的业洗得干干净净 成为一个真正的 能成佛的甘露的 这种法器的时候 决定不沾染任何世间的情职 他就开始很温和地给他传法 不再这样的好像是对他不好 在佛门当中 真正学佛的道友 没有世间人的好与不好 都是以道相交来论用 不要搞世间的情职 因为我们世间的繁情 繁复是怎么相处的呢 日久生情 生情之后呢 一定是熟耳无力 他只执着自己那种情感的那部分 靳于老师开不开心呢 高不高兴呢 我们香港有个义工的名言 就是靳于老师的开心 就是我们的晴天 我说我开不开心 是你的晴天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我们不要这么做 这么做的话 你完全执着的是世间的情 我们要把世间的情 敌除得干干净净的 只留理智 一智不一时 那个时就是感情 要转时成智 转世间的感情 为初世间的智慧 我们初世间应该有什么样的智慧呢 我们都是极乐世界的佛国里的联友 我们只论法 只论是否利益众生 只论是否对我们的法身会命有利益 不论世间的感情 所以有的时候 把一些义工从我身边调除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对靳于情职太深重了 满眼都是那种世间的情 看不到法 他听不到你 你对他讲的真正的教导的话 他心里就是想的都是 我怎么能让靳于老师开心 这样的人不值得做我们的老师的 靳于老师开不开心真的不重要 我只关心 我确实我从心里关心 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为众生 像老法师 像定红师父那样 去为众生做事 你有没有真正的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你有没有真正的是一个念佛人 如果不是的话 我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为伍啊 我干嘛 我世间的那个朋友我都不教 我跑到佛门当中 我去教这些人 我自己没有时间的 我也不会用这些人来拖累自己 因为只能把我往下拽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掉个岗位之后不理解 到我面前又哭又磕头的 我说你全错了 我说你要断情职 断了情职 你才会真正的产生对师长的信心 才会真正的加强对极乐世界的心愿 否则我们全部都是在六道轮回里 旁观者看的是最轻的 那么各种甘苦未虚传 讲的是在这个当中 我们在破除自己烦恼习气 破除自己所有的疑心 妄念的时候 这里面是甜还是苦 只有自己知道 你就像喝水一样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喝完这个水 这个水是冷的还是暖的 是甜的还是酸的 别人不知道 你自己喝了才知道 所以怎么样对付自己的疑心 自己在经历过了之后才知道 当师长对你有种种考验的时候 我还是这样坚定的 还是一如致网的 还是以那种无限的感恩 无限的柔软心 无限的孝顺心 我去站在这儿 那确实是有信心 你对师长的信心 就是对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的信心 因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太多人以前跟我讲 定红师傅这样那样不行 打电话也有 当面跟我讲的也有 我都没有放在心上 我坚信 他就是承传师傅上人的这个法脉 他就是来带我们 渡过苦海的这样的一个明灯 无论别人怎么说我 甚至有人嘲笑我 说你是定红法师的铁杆粉丝 你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不是什么铁杆 也不是粉丝 我也不是依据他这个人 是依据他所讲的法 他能讲这个法 他能依据师傅上人这个传承 去学习 就是我依止的榜样 而且我完完全全相信自己父母的眼光 父亲就跟我明确地讲 你就跟定定红师傅 他是一个世间难得的 好男子 好青年 也是你们佛门当中真正的 就是老法师的传人 所以我自己对父亲很深信 因为他是一个老局长 老共产党员 一辈子忠诚这样的勤勉 那么我自己呢 我也确确实实 我实际上去做 但是我们呢不会 因为佛菩萨他在世间 他的种种的行持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 我们想象的都是用凡情去想 都是用自己的知见去想 但是佛菩萨他不是这样实现 善知识不是这样实现的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 乾隆皇帝下江南到普陀山 拜见普陀山的观音像 那观音像的两边呢 还有他的三十二像的那种 就是各种像的化身了 所以当时观世音菩萨就有很多化 变化的这个视线来考乾隆皇帝 所以那个乾隆皇帝上山之后呢 就看到几个出家人 穿的也不是很整齐 在那儿喝酒 赌博 然后呢还唱歌 听戏 哎呦 乾隆皇帝特别生气 说这个普陀山竟然有这样的出家人 太过分了 我得派这个士兵啊 来给他收了 但是得有证据啊 所以他就去跟那几个出家人一起喝酒 喝酒呢 就是论这个输赢 说这个 我要是赢了的话 那他就要 拿取这个 拿取这个出家人的身上的衣服 那出家人要是赢了他呢 就取他身上的一件衣服 他干不过佛菩萨 所以他最后身上的东西都输光了 输光了就是什么腰带 帽子 外套什么手上的这些什么配饰啊 都输光了 输光他想他还是要带兵回来 要把这些出家人给收拾了 所以他回到京城啊 见到他母亲 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 就讲了这个事情 他母亲就劝他说 那万一要是观世音菩萨化现的呢 普陀山那么灵感 他是观音大士的这个 这个宝地啊 他说你还是不要派 但是他没有听啊 带着士兵就啊 气冲冲的就要重新回江南啊 到这个普陀山啊 到普陀山呢 就一路他就找这几个出家人 就没看到啊 一路进到这个 普陀山不是有好几个大的寺院吗 进到其中的一个寺院呢 他就惊呆了 因为在这个两边的这个佛像上 一个挂着他的什么腰带 一个系着他的什么什么挂 穿着他的衣服 然后那个姿势 那个那个表情 那个长相 就是他看了出家人的那个当时的长相 他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 就是佛菩萨对他的视线 当然佛菩萨会有种种的视线 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看出来 就像千生灾的时候 宾头卢伯尊者要过来应供 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哪个出家人是 所以有一次 我在台湾跟随师傅参加 那个不是千生灾 当时大概有将近一万个出家人来应供 场面非常大 他是在万人的体育馆里面 底下光坐着 底下的那个贵笔级的出家众就四五千 台上的那个出家众就六千多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来应供 当时结下安居圆满之后 由这个台湾的一个什么协会发起来的 很壮观 那师傅让我去参学 结果呢 当时就有一个人很奇怪 他就是冲着那个主席台 像一个傻子一样在那唱歌跳舞 还叫骚手弄姿 然后我就旁边跟着一共说 老师你看这个人 我说千万别说 万一他是那尊者呢 对吧 我们起步就造口业了 我说我们对这里进来的每一个人 咱都恭恭敬敬的 尤其是出家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要自己慢慢地用心去体会 你体会过来之后 只有法喜 那真的是没有肝也没有苦 那种法喜是能让你的法身会命 不断滋长的 那么几回玉翼脱江马 一线孤千上水船 那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 白话文就是说 几回 就是说不知道有几次 玉呢 指我们的欲望 这个意呢 就是放异的意思 我们的欲望啊 放异的就像那个脱江的野马 我们知道那个马一旦脱离开江绳 那跑起来那就都收不住了 尤其是比较 马的野性要比较大的话 那怎么样能够制住我们这个 无量无边的像脱江野马一样的放异的 这些欲念呢 一线孤千上水船 这个是很有禅意的 这什么意思呢 一线孤千呢 就是拿这个一路上拿着这句信愿的佛号 就是有信心有愿力的佛号 一路给他牵上阿弥陀佛的大法船 就不管你有什么欲望 只要这个欲望出来了 我就信愿持名念佛 一路我就奔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 我对施章有怀疑了 我念佛 佛力加持 能灭除我所有的妄念 我对这个持戒 我有怀疑了 我就一路念佛 我消除我对戒法的疑心 我对身边的善友生大烦恼了 这个善友成天就跟我作对找麻烦 我不去想他 我就是一路念佛 我要把我的所有的妄念 用佛号给他扣住 给他一路打包 都放在阿弥陀佛的大法船里 让阿弥陀佛的佛力的加持 把我们所有的妄念都给他消灭掉 因为我们在末法时代 是没有办法靠他力的 如果我们比较狂妄地说 我们就是依靠他力 我们去念这声佛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麻烦了 那么 在末法时代的成就 就是要首先相信 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力 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相信呢 我们自信就是阿弥陀佛 我心跟阿弥陀佛的心 是一个心 不是两个心 我念佛 佛就在念我 我想佛 佛也在想我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就是我自己的本愿 愿愿都是为我发的 没有一愿不能够帮助我 那么我们为了脱离 六道轮回的这种苦海 只有把自己完全的养性的放在 弥陀佛的怀抱里 这样子的话呢 念佛才有动力 如果我们的念佛 佛号功夫始终不得力的话 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呢 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完全是被自己的欲望牵着走的 这些欲望各个都是六道轮回的根本 我们讲财色凝食碎 地狱五条根 贪嗔痴慢疑 这些全是让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堕落的 那么我们这些人呢 都是属于这个不怕死的 因为真正怕死的人 他一定会勇猛精进念佛的 不怕死吗 无所谓啊 反正死了 去恶鬼道呆一呆 去地狱道再呆一呆 运气好的话可能投生天道 那死了之后 然后再轮回 轮回到什么时候 再回来 再做人 再听法 所以 真正修行人是怕死的 你看这个印光大师官房里就贴一个死字 怕死 所以呢 他勇猛精进 那以前宗刚巴大师的开示也说过 怕死是第一个勇猛精进修行人的 这个目标 你现在怕死 真正到死的时候 你就不害怕了 现在口口声声说 不怕死的人 到死的时候一定会哭天抢地 我不怕死说得好 念佛也不精进 放逸的不得了 如果我们没有生起害怕死亡的心 那么你怎么可能去拼命念佛 所以就是不信 怕死的人一定有信心 一定有道心 一定有经济心 那么 我们在这里 也要去面对 我们即将到来的整个17年 定一个自己的修学计划 这个修学计划 我们自己要提升 不能说去年1万 我17年呢 我就8000或者5000 不行的 你要能念到1万5 这也是在经济 不能够给自己留余地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不能给自己找借口 找的借口太多了 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借口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哎 我业障深重了 我就这样 没办法 你这个时候把阿弥陀佛全忘了 阿弥陀佛是谁啊 阿弥陀佛的威德慈光 宇宙法界 虚公法界 无一处不照到 为什么照不到你啊 你业障深重 为什么你完全没有佛力加持啊 就像刚才我父亲讲的 你就是那个没有根的小草 你就是跟佛完全没有缘的那个人 那你还是个学佛人 假学佛了 你这是在傍佛 因为没学佛的人 看到你这种假学佛 什么信心都没有了 学佛学成这个样子 就不要学了 像我爸 我爸就跟我也叮嘱 你一定要身体好啊 你身体不好 人家没学佛的人一看 哎 这学了佛之后 浑身都是病 不能学 这学了佛之后 这面黄肌瘦 这脸色不好 这不能学佛 学佛要学得开开心心 欢欢喜喜 洒脱自在 比没有学佛的人 要开心的不知道多少倍 骂也开心 有人骂好啊 萧业长 我做得越对越爱骂 那才好呢 对吧 我做错了爱骂是应该的 我明明做对了还爱骂 太好了 无始节来的业长都消光了 而且呢 应该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感恩佛力的加持 这就是佛光在加批我们 我们真正能完全地信佛 就是这种信 时时刻刻都在念 我自己我就想把我今年的定课呀 从三万提到五万 所以最近每天的功课 其实都在五万 我就是在试 我看能不能试着加到这个五万 我也跟师父来建议 17年以浅心 静修 浅心 精修为主 静修是安静的修行 把心线安静下来 不那么浮浮躁躁 不那么慌乱无措 做什么事情都是跟个无头苍蝇一样 浅心精修 精是精进的精 勇猛精进的修行 不是喊空口号 而是用自己实际走过来的点滴的心得 来供养阿弥陀佛 供养我们的本事 释迦摩尼佛 供养一切 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 供养一切 我们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心的话 我们在这个道场 待着心不安呢 你怎么就像你看出家师父说 吃不下这碗饭 我们就能吃下吗 我们吃的跟出家师父一样好啊 我们的米全部都是 其实人家拿来供养僧团的 但师父呢 为了戒律的这样的方便开源 都供纵 我们都是沾僧团的光 米都是有机的 菜是有机的 油是最好的 像我们小菩萨说 甚至就能喝上人参水 什么反正是都很好 稍微菜有一点不如口 就心生抱怨 埋怨 我们是为吃来的吗 是为在这里头放异 懈怠 堕落来的吗 肯定不是 来这个第一念发心 不仅是为了护持僧团 更重要的护持自己的道心 那希望我们也都不退出发心 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 那其实你对自己的这种珍惜呢 就是对阿弥陀佛的护念 就一定能够将来啊 安安稳稳地坐在阿弥陀佛的大法船上 我们去年四月份 四月十二号入住前 我身边的一位护法义工 就做了一个很殊胜的梦 托老师我们去绝世肯定很好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我梦见师父上人了 师父上人就站在绝愿寺 然后站在一个大法船上 很大的一个船 师父上人就笑眯眯地瞅着我们 好像就在接我们上的一个船一样 我当时 他说梦中还有那种很殊胜的光 他说我开心死了 他说我好久没梦见师父上人了 我们在这里有特别多殊胜的感应 这都是我们自己真诚心所感得的 我们这里有一位出家师父 他一直是跟着我们之前做义工 然后后来在这里出家 出家之后他很快把菩萨戒戒本背下来 后来他跟静宇分享 静宇老师你知道吗 我背下来那部戒本的时候 我就是特别感激涕灵 感恩佛菩萨 因为我觉得我是不可能能背下 饭往菩萨戒戒本的 我业障这么重 但是呢我在这里听经文法 我相信呢 我是得阿弥陀佛护念 得十方诸佛护念 得龙天护法护念的 所以他当时把这个背下戒本的功德 回向法界 结果当天晚上 他说他就在梦中 见到绝丝的上宫 在放那种大光 他就跪在那个光下呀 他不断地念阿弥陀佛 一直到念习 所以我们自己要懂得 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妄想预念 把它给抓住 就佛号给他抓回来 放到我们极乐世界的莲花里 放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法船里 不能任由他这样的放异 我就由着我第一个念头 就不理会 像这个普克牌 一个一个立着放 你推倒第一个 不是后面一连串都倒了吗 我们的预念也是这样的 当你推倒第一个的时候 你为了不让后面的都倒 你马上拿佛号给他隔住 只要一隔住 后面都不倒 都没有其他的预念起来了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义工就好这样 从第一个念头开始想起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一个小时之后 他还在他那个妄想当中打转 这是错误的 这样的修行不如法 这样的修行不得佛力加持 这样的修行决定不能往生 没有进步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念头起来 不去理会 妄念 第二个念头我去念佛 我去读经 我去听经 把他完全给他撇干净 你慢慢练久了 练习惯了 你会第一个念头都没有 所有的一切 好坏境界一起 你心里永远都是那句佛号 这个时候 你就这样一直持续持续 始终都不变的话 就达到试一心了 试一心的最低功夫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慢慢你试一心 持到圆满上品 再一突破 就是理一心 见到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 一切事都是阿弥陀佛安排的 一切的东西就是阿弥陀佛 人事物体现在我的眼睛里的 入我眼根 入我耳根 入我的舌根 那么我所有的六根所面对的 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呢 就符合大师智菩萨念佛云通章 所说的 都摄六根 静念相继 都摄是摄住什么呢 就是拿这句佛号 设住我们所有六根 面对六尘境界的 所有的妄念 我见到这个人不开心了 这就是妄念呢 我听到这句话 不愿意听 太难听了 我看到那个人发火 哎呀 我心里特烦恼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能转 你就在这里 每天的练习 因为我也是这么练习过来的 练习多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自己慢慢慢慢的 好像就有点念佛的功夫了 好像自己的信心和愿心 都在提升 然后你就一直这样的走下去 就像我们撒了一地的这个珍珠 那撒在地上的珍珠 就像这些佛号 我们就用我们的信愿的这个线 一个个把佛号穿起来 穿起来之后 我们就没有什么妄念了 满脑子都是佛号 除了佛号没有别的 除了阿弥陀佛也没有别的 好的境界是阿弥陀佛 不好的境界也是阿弥陀佛 没有好与不好 也没有好人与坏人 谁是善知识 个个都是善知识 谁是定红师父 个个都是定红师父 看见定红师父欢喜 看见其他联友也欢喜 他就是阿弥陀佛派来教化我的 只是事先不同的神而已 如果我们看见定红师父 啊 欢喜 你看多慈悲啊 多柔软语啊 全是法语甘露 见到道友 马上脸一变 眼睛一瞪 这简直就是我的冤亲在主 这就错了 确实是错了 这是不能成就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 慢慢地自己劝自己 有的时候我说 我说这是不是我的冤亲在主 怎么专门 一定是跟我做对的 但是后来这是第一念 第二念想 哎呀 自己就给自己开示 哎呀 这个是阿弥陀佛派来 专门考验我的 没有他 我怎么能去念佛呢 没有他 我怎么能有这种慈悲心和这个耐心呢 我要忍 我要忍 我一定要忍 我要用佛号来压住自己的烦恼习气 乃至于最后不起烦恼习气 所以这是我们练习的这样的功夫 那么接下来说 病久却知念佛好 磨多凡时到心间 这个病呢 有两种含义 既指呢 我们身体上确实生病 我们可能 有小的不舒服 也有大的病痛 是 大的重一点的什么癌症 轻一点的什么甲抗啊 高血压啊 糖尿病啊 尖椎疼啊 各种皮肤病啊 我们到绝严寺之后 这些考验都会出来的 出来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是 哎呀 不能做了 得回家修养 都是在这干活干的 干了这个这么多病痛 还是说 我在这儿 越有病痛 越要念佛 越要护念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 如果我们的信心坚定的话 你越生病 我越念佛 我就用佛号 对治我身体的 所有的病痛 身体的病痛 从哪里来的呢 从我们的心病来的 心病了 身才病啊 身是心的第一个 最近的一个医报 医报随着正报转了 正报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 心出了什么毛病呢 心犯了贪嗔 吃慢疑的这些毛病 贪心 嗔恨心 还有愚痴的心 怀疑的心 都会让我们的心病 心病了之后 身肯定出毛病 如果心没毛病 身也不会没毛病 因为我们不是佛菩萨 不是来视线的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真正在末法时代 视线的 就是没有一点的病痛 老人家今年92岁了 健步如飞 身体好得不得了 我们可能29岁都一身的病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甚至提个东西都气喘吁吁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妄念放下 妄念多的人就容易生病 心清静就不容易生病 所以要用这种清静心和制成心来对质 那么清静心和制成心从哪里来呢 还是从这句佛号当中来 因为我们这个念佛呀都不够 大家好要听经 好要文法 好要做善事 但是呢 对念佛好像没有那么好要 真正的 有这种至成至极的心 你真的是一概都不理了 一概都不分别了 一概都不计较了 任何的事情发生 我只想着念佛 用这一句佛号 圆满我无量的功德 去帮助自己积功累得 像这个《无量寿经》当中也说 以念佛诵经为人演说 指这部《无量寿经》的功德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灾难 纵然三千大千世界 就指银河系 遭受了大三灾 整个都被烧坏了 或者是小三灾 就是像爆发全球的核武战争 我们都能平平安安升到极乐世界 这是阿弥陀佛的 本愿微神的加持力度 那么我们不念他 我们只说我们有心愿 这是假的 真有心愿 一定拼命念 一定不肯舍离这句佛号 信愿行三 它是一体的 你说我有信心 但是愿心和行闻不够 那信心还是不圆满 信心圆满了 那你的愿力也圆满 你的行持也是圆满 信心念念都是这句佛号 信心念念都挂着极乐世界 什么病不病的 不必放在心上 身体好不好 不去理会它 我们在做这个义工的过程中 身体都会受影响 都会有这些业障现前 近于一二年 做这个外人机组法会 做完之后 整整病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就是消业障 那一个月就是天天咳 咳到整个那个胸啊 都已经像喘上来气 闷得很厉害 然后全身的都经常的出红种 但是我什么 我自己就不用要 当时很多莲友呢 就给我出各种主意 让我吃 我就拒绝吃 因为没有用的 消业障 只能靠念佛 六月法会办完之后 我去参加马来西亚的万人佛期 在马来西亚 去了第三天 也是生一场大病 去了之后就发现自己 得这个带状泡准 大家知道 那个带状泡准很痛 整个这个腰上全是这个病诊 毒诊 然后我就跟定红师傅说 我说那个不能参加佛期 我可能就不能圆满 我可能要先回国内去打针 那那阵呢 信心就是念佛的佛号 佛力就不够 对佛号没有信心 然后呢 师傅就说 你念佛吧 我说我念佛 那我干脆就求死啊 求生极乐世界啊 叔叔你也不能死啊 你才给我做护法 做了半年你就死了 别人就不敢做了 我说那我就干脆就正常去治病 但是呢 我也念佛 也拜佛 所以那阵是每天三百拜 然后呢 每天呢都念佛 从早念到晚 然后回国内打钓瓶 打了一个多月 就好了 后续还有很多 我记得在办 香港的这个 菩萨界界会的时候 因为那次是第一次传授 在香港传授七百人的菩萨界 也是累到当时就是嗓子就失音了 所以师傅当时问这个法会的事情 从台湾打电话 我就说不出来话 就只能是拼命地发声 所以师傅在电话里就很焦急 他说你要念佛 我说我在念 但是还是没念到出生 就是这样 那病痛呢 不必去理会 就是这样 不断地用佛号 用听经 用读经 来坚定自己的信心 一三年呢 我自己感觉是自己 比较突破的一年 因为那一年呢 我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那身体呢 当时那年生病是 我那个牙做了两次小手术 一个是直牙 一个是里面有一个小手术 需要拔一个很复杂的牙 当时没有人 我自己给自己在手术单上签的字 那四个多小时下来 我记得我念了将近三万生佛号 一直在念佛 因为我跟他说 你不要打太多麻药 你要打太多麻药 我脑子以后不清楚了 我说你打七成就行 所以当时能感觉到那种痛 我当时还跟医生说 我说我是学佛的 我特别想知道 我很痛的时候 能不能再提起佛号 所以我是套着那个 两个技术器 左手右手各一个 然后痛的时候 就拼命地掐着手里的技术器 在念佛 所以下来之后呢 那个主治医生就觉得 就学佛的人很 确实很厉害 他说你这个 你一直在念佛吗 我说我在念 然后他说 其实你不用这样 我说因为将来死的时候 肯定会比这个更痛 所以回家之后 那个麻药劲儿呢 很快就过去了 那个时候就特别痛 念不下去佛 我就开始读经 我记得有一次手术完之后 我那一天读了十步 无量寿经 然后自己就做那块 一遍遍读 所谓读也没有很大声 因为整个牙疮都是肿的 我就在那用手指着 一遍遍念 就念完一遍再一遍 不让自己去打这些妄念 因为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 很多考验都要去面对的 你如果只是一味地逃避的话 你到临终的时候 还是逃不了 所有该来的缘 无论善缘恶缘都会来 在你临终算肿胀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最痛苦的 所以该病就让他病 那么真是发愿 为佛法为众生 佛菩萨都会互念 都会让你一切都会转过来 所以病久确知念佛好 这也是指我们身体不好的同学 更要坚定信心 磨多凡使道心坚 这个魔呢 有内心的烦恼魔 又外面的种种的境界 所现出来 干扰自己修行的 那遇到这些境界呢 自己呢 要无比地坚定信心 这个信心就是至求极乐 执念佛好 一心执念佛好 决定不改的心 而不是说 我离开这个境界 我回家躲着念佛 不是这样的 就在这个境界当中 随着这个缘 我去念佛 而不是躲开 躲开没有用啊 该是你的缘 你这一生和未来世 都避不开的 缘分是避不开的 所以念佛法门呢 它真的就像一个高科技一样 就像电视 就像达禄机 电脑安全一用 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如同按电钮一样 一按 业障就全消了 烦恼就没有了 那洪一大师讲过一句话 说阿弥陀佛 无上一往 你要不肯念 不是愚痴 就是狂妄 那么我们既不要做愚痴的人 也不要做狂妄的人 境界现前的时候 提起这句佛号 要知道真的 世上无辱念佛号 没有比念佛再好呢 我们真真诚诚 恳恳勤勤地去念 念的时候 就像阿弥陀 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无时无刻不再互念我们 如这个慈母护儿 就像慈悲的母亲 互念这个苦难的孩子一样 她决定不会舍离我们的 我记得 我在早年最早一次 很早了 在谨识言识 那是我第一次在四月讲课 讲的是善女人的课 当时师父给我定的 那应该是一零年 当时她是在这个山洞里 供得的观音菩萨 那次去呢 天很冷 然后那个摄像师 我带去的 他就跟我说 他说敬云你 敬云老师 你要不要穿得厚一点 我穿厚了呢 上台就不是很方便 我说没关系 我就穿着很薄 我这样呢 拍出来以后效果好 我是佛光照的 它不会那个冷的 因为那个摄像师 不是学佛的 结果我确实不冷 很暖 结果晚上回去的时候 他就敲我的房间 特别神奇地说 他说敬云老师 你看太神奇了 你没上讲台之前 这个石洞 那个是暗暗的 他说你坐在那整个 他说我没有打摄像灯呢 我还没打光呢 因为它只是石洞里 天然的那个光 他说全部是一个金色的光环 他说那个怎么会有这些光 这光从哪来的 因为全是金色的 就因为我坐在观世音谱 佛像前面 然后那光就从后面 整个就是我讲课的这一圈 就包在光里面 我说一定是阿弥陀佛的光 他老人家 他真的是很慈悲地在护念我们 哪怕是我们有烦恼习气 起来的时候 只要我们还是念佛 还是相信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相信阿弥陀佛的护念 他还是在护念我们 光都没有变 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拍师父 就是会拍到那个佛光 就真的是一个圈给圈住 不过师父有 我们义工呢 几乎就没有 看不到 你同时拍 站在一个地方 用一个手机 你就去拍 你就站在那一个地方 师父就是那一圈光 洒下来 你在拍义工事上 什么都没有 黑乎乎的 为什么呢 不念佛 不想佛 不义佛 如果我们心心念念 都念着这个佛的话 佛也会念我们 心佛是不二的 它是一体 只要肯念佛 就没有魔 魔也是佛 你不念佛呢 你就会有魔 魔障都是自己 六道轮回的这些 夜里感召的 所以呢 我们讲 是心是佛 将心念 念到心空 佛一望 撒手归来 重见点 花开 赤白与青黄 这句句句子呢 大家都清楚 我们念佛 要念到 心也空了 佛号 也空了 能所 消融 能念的心 和所念的佛 完全融化到一体 就是我能念的这个人 没有了 不要想着 哎呀今天 我沉浸于得念 三万圣佛号 没有了 那么 所念的佛 也没有了 不要想着 还在那观想 这尊阿弥陀佛 是白色的 还是红色的 是站着来 还是坐着来 旁边有没有观音菩萨 莲花是什么样的 不必想 那么这个时候 心也空 身也空 我们这个时候呢 跟极乐世界 就融在一体 你的心呢 已经在净土里面 身心都被净土所设 那种感觉 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因为佛法呢 全在要正 如果你自己 不去正德 不去行持的话 师父讲再多 你自己也没有体会 就是感觉 总是中间 像隔一些东西 那么极乐世界 有四土 四土都是清净土 从凡圣同居 到 方便有余 到这个 时报庄严 到长济光 四土就是一土 是不二的 我们去了极乐世界 就能感受到 只是我们心里有格爱 外面就陷入格爱 在阿弥陀佛那里 没有任何的格爱 那么极乐世界的净土 显现的都是 阿弥陀佛 无量节来的功德 所加持的 那么我们自己 在修行的时候 只要自己的愿力 跟佛力相应 沾然就得佛力加持 自己在断恶修善 在积功累得的过程当中 沾然你就能体会到 佛的功德 都变成自己的功德 它就是一体 不是说我们不修 就得到了 一定要修呢 我们念佛 不妨碍我们 做一个善男子善女人 不妨碍我们的利益众生 我们亲眼见到 师父上人 一生当中 做了多少 利益众生的事情呢 好像是在马来西亚 还是印尼 就有个叫净空音乐 那是老人家 把捐款 做的一个完全 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医院 那包括每年 对澳洲的医院的捐助 对各大宗教的捐助 全力地推行 弟子规的这些教育 所有到身边的人 无一不帮助 没有妨碍老人家念佛 求神净土 那定红师父 亦父如是 我们刚才 有听到僧团的师父分享 其实 因为他没有常跟在 师父身边 我们作为护法义工的 跟在定红师父身边 比较久 比较近 尤其是近日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完全是 把自己全部都忘记了 他最辛苦的 就是去年去 台湾善国林那次 他是给自己定的 一天四堂课 两堂讲戒律 一堂净土 还有晚课开示 然后每天都要 晚上在善国林开会 加上之前他就很累 所以那次他是 完全是带病来讲课的 因为他那次 就是等于大病一场 每次从讲台上下来 他都出一身虚憾 但是他从来也不说 他就是 拼了全命地去做 一二年 他也是那么拼命 那我又劝不了 所以那次呢 就被师父上人找去谈话 师父上人就把我俩给叫去了 叫去之后呢 师父上人就 冲着我 很大声地喊 你不能这么早就死啊 这么早就拼命地喊 那个那个 你这个法还没传下去呢 然后当时师父还说 说要学古人 还举了一个古大德的案例 那师父上人就都给否决了 然后就冲着我说 说护法要护念法师的身体健康 要从长远角度考虑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是经常劝他 我说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 你看你发愿要讲 四十部无量寿经 对吧 那至少还要活个四十年 慢慢地 这个自己不要一次 把自己搞倒 因为他是特别能吃苦的 就是他特别喜欢苦行 比如说总监做 他很喜欢 然后他之前提出过 想出去脱锅 到这个扇尾最苦的地方脱锅 结果我们给那个领导打报告 没获批准 批准他肯定就出去了 因为他在台湾脱锅过 我看过他那个 真的就是全是剩饭 都没有菜 然后他就跟人要一点盐 把那盐放到剩的 馊的饭里面 他有个小的 那个酒精的加热炉 加热一下 然后就在道边 他们五位比丘大的 就坐那吃 没有什么的 然后他在台湾 全程都是日中一时 在郑爵经社他们法师的 灾堂 我们去参观过 你看定红法师那座位 上面贴着 水果全面 不吃早餐 零食复食全面 就真的就中午 就是一顿饭 所以他来九云四 之前是很瘦 到这边呢 我就逼着他吃早餐 我说你必须吃 因为每天要讲课 带僧团很累 这也是赵老师 安排给我的任务 我说我得跟赵老师 每月汇报 那你再瘦下去 我就没法汇报 所以他就用早餐 就会好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 知道不要总怪外面的境界 因为你怪外面的境界 这是外道 不是佛法 魔是谁献的呢 自己的贪嗔痴慢献的 自己的心 献出来外面的这些烦恼的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呢 自己要放下 真正发大愿 发大行 大愿就是决定的信愿 来相信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 大行呢 就是念阿弥陀佛 一向专念 决定发起圣音 只要有这种大愿大行 没有魔障 什么都障不了我们 要知道 在一念大愿起来的 这个大的佛号 就能够破除我们一切的障碍 就像 我们已经完全把自己放到 阿弥陀佛的怀抱里 你只是一味地去相信就可以了 中间不要有任何的夹杂 也不要半途而废 所以我觉得那些 学到一半 退转了 不学念佛法门 不信愿持民 求生净土呢 这都是无量节来 我们讲 善跟福德还不够 那还要在六道轮辉里去打转 这是很可惜的 我们今天聚在这个绝缘寺 聚在师父身边 聚在持戒念佛僧团身边 一定要万分的珍惜 这种珍重的心呢 能够感召到这一生 将来往生的时候果报很殊胜 如果做了一半就退转了 这些呢都是善跟福德不具足 自己这一生可能杀业太多 可能邪淫业太重 可能道业太重 可能口业太重 杀盗淫妄 四种根本的罪业太重 自己不求忏悔 反而呢生很多的娇慢 我自以为我在绝缘寺 哎呀我干了太多了 整个绝缘寺的持戒念佛道场 那就除了我没有别人 全靠我在这儿做 我做了什么什么 我做了什么什么 跟这个长辈说话也都没有什么礼貌 那个对小的那更是张口就呵斥 那我们在这里不仅功德完全没有 福报也一点没有 一点点 很可惜很可惜 所以我特别真诚地希望我们所有的义工菩萨 用那种真诚的感恩心 真诚的谦卑的心 真诚的那种 发自内心的那种慈悲心 去护念自己 先护念自己的法神会命 在面对所有的身边的人 每一个从老到小 从信众到这个同修 从师父到僧团 每一个人都是用这种心 这种习气决定要改 不改的话 这一生只有堕落 不成佛 真的自己就成魔了 怀疑经理讲 菩萨三重障 这是我在香港佛道教育协会 10年上台讲的第一堂课 忏悔菩萨的三重障 我讲了两堂 胡晓琳老师安排我讲 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傲慢 太傲慢 自己不知道 功高我慢 把自己的功德 放得高高大大的 把自己放在最上面 别人都不如我 别人都不放在我眼里 什么都是别人错 我没有错的 我全对 如果这样子的学佛 真的是死路一条 我们看了之后 无话可说 说什么呀 我们讲志同道合 才有话说呀 我跟你志也不同 道也不合 我的志向是求生净土 我的志向是看破方向 我不跟你谈事情 世间的情 我不跟你谈 我跟你只谈出世 我们怎么样成为那种 金刚道友 我们一个师父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一句佛号 求生净土 互相之间没有计较 但是呢 我们有表法 口口声声称师父 口口声声称老师 自己怎么对师父的 怎么对老师的 我们有一次大和尚来 看到我们义工的表法 大和尚都瞠目皆是 所以我在怀疑 大和尚师父想 金刚老师讲课 有效果吗 因为天天讲啊 然后师父说 越没效果越要讲 哎呀 我说师父 你太有斗志了 然后师父说 自己上台给大家讲 没人请你 你自己常做众生 不请之友 我说我都做了好几次了 我说没人请法呀 我今天晚上也是 我自己给自己加课 可以不用讲的 可以大家今晚休息的 但是我自己想 积功累得呀 我想以这个说法的功德 来报答四恩 今天是大年初一 师父讲了那么多 那我就跟我的 有缘众生我们分享 没有缘的没关系 可以不用听 可以去看电影啊 唱歌跳舞啊 喝茶喝酒啊 出去逛街都可以 有缘有一个 也算是有缘 一个没有 我自己等于练讲 也没关系 因为菩萨 他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学会说法 他不会说法 他没法度众生啊 所有的菩萨 生生世世都要学这个 你说你不会 你不会那就不行 菩萨第一个 要修向好庄严 不能长得很丑陋 放在这儿 大家一看就烦恼 这个长得眼睛也歪 鼻子也斜 脸这么黑 这么丑 他要修向好庄严 另外呢 他要修这个 音声的美妙 说法呢 要特别奢受众生 大家欢喜听 不能说一张嘴 结结巴巴的 前言不达后语的 颠三倒四的 大家就不愿意听 所以 这些呢 就是让我们 反而让我们的道行更坚 菩萨就是看到很多 义公菩萨的表法 自己就经常反省 我可能也是这样 那我自己呢 我要在这里 修自己的谦卑的心 有的时候自己已经很烦了 但是看见有的联友啊 特别亲切地过来跟你说 哎呀 终于见到你了 菩萨老师 我马上压一下自己的烦恼 说 一定一定要 体会对方这个心 然后跟人家 很欢喜地合影 送人佛珠 跟人说好话 过年好啊 吉祥啊 然后在那想 不能烦恼 不能烦恼 要学菩萨 要学师父 那么我们 就是一点点这样的 去克制自己 不能说我烦恼 我就这样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就有这么多毛病习气 我就是这样 你对我要求太高了 没人要求的 你可以完全不要求自己 你可以完全放任自己 在六道轮回里堕落 当你到地狱里的时候 你就知道多苦了 我们不要说阿比地狱 和无间地狱 我们在道场这种表法 造的业 比出了道场造的业 众十万倍都不止 我们在外面 骂一具人 打一句妄语 没事的 你在持戒念佛道场 人家问 僧传持不持戒啊 不知道 持得好不好啊 不怎么样 妄语 两舌 你问问在外面 会不会比外面的 照得更重 你在这里恶口 对谁都这样的 恶口相向 你比外面 照的业更重 本来来发心 做一工的 因为你这一句话 不做了 我去年讲了快一年的 太上感应篇 年底看到一个小义工 写的修学报告 我不信因果 我对因果没感觉 我自己感觉 是不是要把他请出去 劝退 因为我也怕被因果呀 你弄了一个完全不信因果的人 在这里 他什么都敢干呢 他敢盗三宝物 他敢骂僧团 他敢骂师友 他敢邪淫呢 他敢杀生啊 那我们敢要他吗 所以我自己那天 我就跟师父说 我说师父要不要劝退呀 我也第一呢 不想断他的法身毁命 但是呢 又感觉他在这里 法身毁命也没什么增长 怎么做 何去何从 不知道的时候就念佛了 念着念着 可能也就知道了 再不就算了 交给委托菩萨 委托菩萨老人家就辛苦一点 可能他自己烦恼一起来 不想在这待了 那就是委托菩萨在起作用 在加持 因为看到这样的修学报告 我们很特别的担心呢 所以你不信因果 还敢在持戒念佛 到场里去护持 不可以这个样子 不信马上逼着自己信 要拼命地拜佛 拜颤 消除自己这种恶念 这种恶心 这种恶习气 一点都不改 那个是没有 不改过的人 那就什么都不用讲了 连宫有一句话叫 持戒念佛 听经教 查过去习 悟自欺 我们要持戒念佛 靠什么呢 听经教 明白教理了 你戒也能持 佛也能念 查过去习 悟自欺 检查自己有哪些过错 去除自己的毛病习气 别自己骗自己了 自己还是个佛弟子吗 还是个想念佛 求生净土的净宗人吗 都是假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要面对自己的这个心魔 要敢于斗争 要用这个佛号 一下子给他斩断 坚定自己的道心 这个道心就是改过的心 就是去除自己恶习的心 没有别的心 你说别的心 都是空砍口号 假的 你说我发愿护持僧团呢 你用不信因果的心 在这护持僧团吗 你用这种 共高我慢的心 护持僧团吗 这样的僧团 不用这样的人护持的 人家不会相信的 人家不会相信 这是一个持戒念佛的僧团 所以这个道心 就是我们要查过去习物资期 最后呢 迷云帐物重重过 瞥见成谈乐影园 这是指我们经历了以上的种种 能够坚定信心 能够坚定我们的怨心 去除我们的一切的遗忘 能够用一句佛号 面对所有的病魔 这个时候 你所有在娑婆世界 所面对的 就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碰见一场大雾一样 那个迷雾过来 我们见不到路怎么走 甚至打着远光灯 都走不了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坚定我们的信愿念佛 就像我们的车 就冲破了这个迷云帐物 就直达我们生死涅槃的彼岸 就到了极乐世界了 到极乐世界就超越生死了 就不再轮回了 因为去那里 我们都是阿维悦之菩萨 不对转菩萨 能够证得无声法忍的菩萨 一路都成佛 哪怕你见了阿弥陀佛 你说哎呀我慈悲心重 我马上要回来度众生 没关系的 那个时候你再回极乐世界 再回缩活世界 你都是不退转的 你决定可以在这个世界 你度众生 然后在这里头做菩萨 最后还是自在往生 回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的殊胜 所以他们有人说 就是看见赵良玉老师 赵良玉老菩萨 他是菩萨再来的 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 因为如果菩萨不是菩萨的话 没有办法这么轻烈 干脆的断情之 走得不可能这样自在 所以菩萨他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我去记住山送赵老师的时候 我那天一进佛堂 见到赵老师照片 我就忍不住哭得就受不了了 边哭边念佛 为什么呢 因为赵老师以前训我训得很凶 我还有抱怨 我就在想 现在想求善知识来训 都没有人训你了 他已经都不在这个世界了 我觉得自己的福报也不够 但是定红师傅就安慰我说 他肯定很放心你了 所以呢 就不用信了 因为后期这两年 赵老师确实对我转变很大 之前他是特别严厉 我就觉得干嘛要对我这么严呢 但是呢 因为要护制定红法师 所以他对我的要求超越很多人 我曾经半夜被他叫到他房间 跪在地上忏悔 然后他拿着波金机 往我扔过来 大声地骂我 我当时我就想 我现在想睡觉 你干嘛要把我这么晚叫来 然后第二天我就发短信 我说我不干了 我要回家 赵老师又来叫我说 你不能走 你还得过来 我还没跟你说完 然后自己就想 哎呀 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人呢 但是后来呢 是定红师傅帮我开导了 也特别感恩我父亲 因为我当时呢 我就不理解啊 我就哭着去找我父亲 在大理啊 他们那个都是前后院房子 我进门呢 我就哭 我就跟我父亲说 我说我被赵老师训了 而且我觉得我莫名其妙地就被训了 我本来希望我父亲能够安慰我 或理解我 结果又被我爸训了一顿 爸说你给我回去 他有脸到我这来说 赵老师说什么都是对的 你没有一样是对的 我怎么可能呢 我爸说你看人家学得这么好 学佛修得这么好 能养出这么好的儿子 你就老老实实地听话 不要跟我说这些 哎呀 我当时我觉得我这父母 也都是太异类了 我自己就也不用哭了 哭也没有用 我就回房间 回房间之后呢 就念佛呗 念佛念经 然后一点点就转了 等后来 自己就体会 就是因为后来师父就跟我讲 他说我出家了 那你现在作为外护的护房 你要像护念自己的母亲一样 去护念赵老师 用对母亲的那个心 对赵老师 这也是一种护房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 常常地想 我怎么去对母亲 就怎么样对赵老师 所以每年的母亲节 每年的感恩节 每年的中秋节 端午节 新年 大小心年 我一定是 还有赵老师的生日 我一定是给赵老师 优的礼物 跟我妈一样 甚至比我妈的还好 因为有时候还来不及 给我妈做相册呀 做贺卡 但是给赵老师 我一定会做的 所以赵老师 往生之后有一个箱子 满满一箱子都是装着 这些年我给他写的贺卡 还有信 还有很多我寄给他的师父的 这些红法的照片 让他安心 那么 我们在这些境界里 都走过来之后 回头一看呢 发现那个潭 是指那个湖水 我们讲台湾那个日月潭 其实就是一个湖了 这个湖水啊 顿时变得非常的清澈 这个成就是澄清的意思 那么这是比喻我们的心 用这个湖水比喻我们的心 我们一路走过来 我们的心就跟一个平静的湖水一样 能够照到外面的月亮的影子 特别的圆 特别的美 因为当这个湖水不起波澜的时候 当这个湖水非常干净的时候 你就能够把外面的万事万物 都照见得非常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像心经里说的 照见五蕴皆空 怎么样能够照见呢 心清净了就能照见 你心不清净就没有办法照见 怎么清净呢 信愿持明念佛 我们的心就清净 就能够照到极乐世界 那个美丽的圆圆的月亮 这个月圆指的是极乐世界的境界 我们的心就跟极乐世界相吻合相一致 所以呢 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就到了 我就是特别高兴 能在这个晚上 跟大家一起分享联工的这个祭子 也希望用这个祭子 来做我们17年的祝福 我们这一年到明年 我们坐在这里分享的时候 能够发现我们的信愿更加坚定 我们的念佛功夫更加得力 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 心更加如如不动 我们对善知识那种渴求 那种亲近更加的增上 跟善知识行影不离 行也不离 影也不离 每次都倾听善知识的教法 都能够入我们的心 能够改变我们所有的烦恼习气 能够帮我们降服住我们的妄念 那这一生呢 是决定可以成就的 好 谢谢大家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似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